说吧,紫北眼先开长袍就往外走,八宝紧随其后。 哦,那小的跟着你。 不必了,本王自己去后院,散散心就可以了。 王爷这哪里是去后院的方向?明明是奔着春葵堂的方向,这王爷今日是怎么了?这般浮躁呢? 紫北眼刚走的后花园,就听见负责守夜的几名小丫鬟,在低声地窃气思语。 哎,瞧见没有,王妃娘娘刚刚才回来呢。 啊,好像还有一辆马车送回来的呢,真不知道这王妃娘娘每日里都出去干些什么,到处去抛头露面。 早就听说这王妃娘娘在闺中的时候啊,就是嚣张跋扈惯了的,倒是夫人,温柔委婉足不出户,这后院里的女人,你见过谁家夫人出去抛头露面的? 我见送王妃回来的那辆马车很是滑贵,大气,看上去应该是一男子的马车,这王妃娘娘也不知道避嫌,这船出去岂不是会叫外人指向咱们王爷? 四北眼听见了那些小丫头的议论,心里的疙瘩顿时又截紧了一圈,心口的怒意不自觉地扩散开来。 四北眼站在远处冷哼一声,那些小丫鬟这才意识到有人在偷听他们讲话,直接跪在地上瑟瑟发抖。 我?王爷? 主子也是你们随意议论的,一人领石板子张张记性,之后谁敢在王府说三道四搅主子蛇根子,王府必然不容。 四北眼重重地吐了一口气,看向烛光闪烁的春灰堂,黑着一张脸大步走去。 屋子里太过闷热,小锦年沐浴过后,就命小铃铛把贵妃蚁搬来了院子里,穿了一件青巾躺在了上面。 小锦年赤着脚,听着大自然赋语的乐章,毫不惬意。 只不过,一道寒意袭来,下意识地抬起头来,便刚好撞上了四北眼那一张清冷的脸堂。 王爷这大半夜的不睡,神出鬼魔地跑出来吓人,难道不知道人吓人,会吓死人吗? 四北眼的目光,看向他那一双溜光水滑的脚丫,尴尬地咳嗽了一声,转移视线。 小锦年,本王来是想提醒你一下,你现在还是正位王府的王妃, 是否应该注意一下自己的德行? 小锦年眨巴着一双眼,月光下的简瞳亮晶晶的。 王爷这话从何说起,现实难道做了什么德行有失的事,让王爷面试无关了吗? 你今日去了哪儿,难道不清楚王府的宵敬? 这四北眼漠不识来找茬的吧? 王爷这话说的,若是没赶上宵敬,难道坐在这儿,替王爷对话的,是鬼魂吗? 你…… 四北眼愤然拂袖,其实心中想问的是 小锦年,送你回来的是何人? 可是这种话,四北眼果然不会问出口。 他生气的,只是这个女人顶着镇北王妃的头衔,还和别的男人不清不楚,竟然还坐人家马车。 难道他哭待小锦年了,王府里没有马车吗? 王爷,这大半夜的,您来我这院子里,说是被人瞧见,只怕是会被人传扬出去,你吃醋了,来这找茶。 咱们虽然有夫妻之名,可是你也清楚。 我对你啊,可是不敢高攀呢,说是哪一日,你我二人合离,几年还剩下人的,这影响多不好。 四北眼差点没被小锦年的话给呕死。 时候不早了,王爷,切身乏了,说是有什么训剑,请明日再来。 哎,不对,明日我还有事,要祝福一趟,过后再说吧。 说完,小锦年扭身回了屋子,就把四北眼独自一人,撇在了院落当中。 四北眼气炸。 小锦年简直是放肆,还把不把我这个镇北王放在眼里? 就连对她的训剑,都要等着她有空了再进行,简直是太不像话。 四北眼不想善罢甘休,可是她的教养,不容许她大半夜地闯进小锦年那个女人的寝殿。 碰了一鼻子灰,兴兴离去。 一日清晨,小锦年按照往常那般准备出门,刚刚走到了门口,就被门口守卫拦住。 王妃娘娘,王爷有令,若没有重大事宜,不准您出府。 信族? 小锦年差点拍案而起。 这个乍乱四北眼,嘴上干不过我,就开始放您找。 那就去禀告你家王爷,本王妃要去太夫府上,给太夫换样,这算不算是重要事宜? 早上王爷财命姑郎中去了太夫府,说您今日不必过去了。 好啊,这个四北眼,不但见我族,还要带我生意恋。 小锦年计划多么完美啊,给这些达官贵人看遍的经验,足以让他明扬整个圣经。 若是将来有一日他与四北眼合离,小锦四年幼,便宜贴贴不靠谱,平气着一手医术他还能够过活啊。 四北眼这四,是想封锁我的窗户吗?门都没有。 即使如此,本王妃去宫里,给太夫娘娘请安,总可以了吧? 回避王妃娘娘,不可。 王爷说,近日,太夫娘娘去了宫外的避暑山庄去避暑,沉昏定醒就免了。 好一个四北眼,好一个心急渣男。 就因为昨日没能过口舌之夜,今日就想了这般阴障的法子,对付我小锦年。 果然是心思小如真眼,真是搞不懂,就这么一个小架子气的男人,园主到底爱不他哪儿? 千算刻薄,比小李弱,还是心修狭隘? 一辆马车在门口停响,小锦年一眼就看见楚氏下了马车,瞬间看出了外出的希望。 姜母。 被指叩见楚将军。 起来吧。 楚幻云远远就瞧见了小锦年被侍卫拦住,却还是终究什么都不知道。 王妃娘娘这是要出门? 看样子我来得正巧,老太君说,黎原立新来了一个明觉,那我接上王妃娘娘一同过去听戏呢。 颤头不安的小手,疯狂地在给楚氏和老太太在心里点赞。 看平日里,这个小老太太不哼不哈的,可到关键时刻,那叫一个给力呀。 告别了楚幻云,小锦年就去了小院里,看望酒官。 可是没想到,刚走到小院门口,竟然看见门大敞着,里面传来了女人凄惨的叫声。 只看见双花,已然被人打成了猪头,嘴角,头上都是血。 酒官高烧钢腿,全身无力,却还是死死抱着那大汉的腿。 你这个打人,放开我娘去。 壮汉一脚直接踢在了酒官的心口上,浑身疼得孩子在地上打滚哭好。 双花心疼坏了,怒目相向着壮汉。 好汉饶命,我们母子二人与你们无怨无仇,你们为何这般刁难? 贱人,我看你还敢不敢胡言乱语。 见着萧几年来了,赶紧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王妃娘娘快逃。 萧几年的手摸进袖口里,在空间里拿出脆了麻药的银针。 捏在手心当中。 各位英雄好汉,何必雕纳一对孤儿寡母? 有何事,不如贪开了说。 他们母子可是得罪了什么人? 哎哟,这小娘们长得可真是带劲啊。 不过咱们劝你可别多管闲事。 今日这贱妇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哥几个只是拿人钱财,与人消灾。 萧减,这些人该不会杀人灭口吧? 试下一点,给我从哪来,滚回哪去。 不要在天子脚下胡来,否则真的被人灭了口,那也是你们母子二人的定数了。 萧几年冷哼一声,镇定自若的贪手,手中的银针准确无误地射入了大汉的腿上。 哎哟,你这小娘们居然还会使暗器,哎,我的腿怎么了? 这女人看上去倒是挺漂亮的,怎么动手就是放暗器啊? 而且这般心狠手辣,在暗器上脆了毒。 大汉没有想到,眼前这个碧月羞花的小娘子竟然出手如此狠毒。 腿越发麻得厉害,不由得有一些怕了,咚的一声,瘫倒在了地上。 小娘子饶命,我转眼神,拿人钱财,有人消灾啊。 酒官哭得浑身都是热汗,抱着肚子嚎啕大哭。 哎呀,你没事吧,别吓唬娘亲。 娘亲,好痛。 萧几年急不上前,这大汉何其狠毒啊,竟然一脚踢断了酒官的一条肋骨。 这可是朝朝下狠手呀。 萧几年弯腰,抱着酒官进屋子,临走之前,还不忘又给大汉来了一阵。 对着双花道。 别哭了,把这个贼人绑起来,一会儿再慢慢审问。 萧几年,赶紧去,给我打一盆热水,找一些布条来。 是。 萧几年从空间里,摸出来一些断续肌骨的药,准确无误地找到酒官断骨所在,敷上药。 用那些布条,绕过酒官的肩胛,后背,帮它固定好了断骨。 酒官的汗疼得直流。 小小少年,强忍着疼痛的模样,实在是让人心疼。 门外双花的哭声十分的凄惨。 萧几年出来的时候, 夫人饶命啊,小人只是拿人钱财,有人消财,这事儿怨不得我呀。 说,是什么人让你来的? 小人,小人不知道。 这到底是什么毒啊,这么厉害。 既然你不肯说实话,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 夫人手下留情,饶命啊,小的说。 那一日,一殊胜模样的男人找到了小人, 说让小人来吓唬这对母子,让他们离开圣经。 小人一时住有蒙心,就拿了那人的银钱。 这夫人饶了我一条狗命啊。 萧几年猜测得没错, 买通打手来刁难双花母子的人, 的确就是石昭安。 这个男人果然是狼心狗肺,脏透了, 竟然这般狠心地对待自己结发妻子, 急不可耐地要去攀附太傅府的高枝。 萧几年冷哼。 小林道,去阳门叫几个官差,来这拿人。 许太傅的病是萧几年治好的消息, 不静而走,圣经人人传扬。 这萧几年不愧是云家后人, 妙手回生啊。 许太傅虽然嘴上不待见萧几年, 可是上阳郡主却似故意与许太傅作对, 竟然要宴请萧几年作为答谢, 而许太傅不但没有反对, 反而大肆张罗了一番。 萧几年换了一身广袖琉璃裙, 看上去多了几分清新脱俗, 配合着她日进轻瘦的脸庞, 竟然让人忍不住多看近眼。 四杯眼站在春灰堂的院门外倾咳一声。 灵档姐姐,王妃准备好了吗? 奴婢拜见王爷, 王妃娘娘说,您请先走着。 她家主的原话可不是这么说的。 去告诉那个自恋狂, 本王妃不惜还与她为伍, 上她自己先先一步。 小灵档可不敢这么说, 自卑眼的面庞上顿时写满了不悦, 愤然拂袖离去, 牙缝里还挤出了几个字。 不识好歹。 若不是上阳郡主邀请他们夫妇二人, 一同出席今日的沿袭, 她才不会与这个女人有任何沾染交集。 萧几年到底是想耍什么手办? 就连在人前作戏都烂了吗? 探出头来的人竟然是一席华府的四北站。 黄兄,你怎么来了? 四北眼眸子里的怒意瞬间凝结成双。 今日不是要去太傅府上赴宴吗? 怎么有空来我这边? 与黄草约好了, 一起去夫子府上, 黄草可准备好了。 探见门口里走出来的人, 扬起手来高兴地挥舞着。 黄草。 煞你久等了? 没有等很久, 陈弟也是刚到了, 黄草上马车吧, 让夫子久等了。 四北眼的目光里都是噼里啪啦的声音。 小几年, 今日你若是敢冠冕堂皇地上了四北站的马车, 就别怪本王对你不客气。 王府里已然备好了马车。 四北眼的声音冷得像是刚从地窖里出来。 皇兄默契, 陈弟只是见着每次出门, 王嫂都是一个人, 孤零零的惯让人心疼。 这小兔崽子, 倒是会心疼人啊。 皇爷这是干什么, 跟自家兄弟还要计较那么多, 难道就不怕被世人指向? 小几年你还知不知道, 羞耻而自为何物? 男女有别你难道不知道? 皇爷这话说的, 小王爷乃是你的兄弟, 既然是你的兄弟, 那也便是我的兄弟。 我与自家兄弟要避嫌, 更何况, 八战还是个孩子。 就是就是, 皇兄何必皇嫂大动难歌, 有话好好说, 好好说。 男大必母女大必父, 这是伦理刚成, 为何到你这儿, 就要本末倒置? 这个女人怕是最近吃了雄心豹子的, 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 皇嫂, 陈弟胖。 王爷可是明事理了, 这小王爷才多大个人, 在陈妾这儿, 她只不过还是个孩子, 你还是不是人, 连一个孩子都不放过。 四北战憋笑。 皇嫂太帅, 太巴气了。 不怕, 有皇嫂护着你, 我看谁能把你怎么着。 说吧, 萧几年就拉着四北战。 萧几年这个不识好歹的女人, 在四北战跟前, 竟然不给我留下丝毫情面。 这王妃娘娘, 果然不是一般的女人了, 可眼下…… 王爷, 您看…… 今日这天, 属时炎热, 本王就与你们一起乘马车也无妨。 臣妾太胖了, 三人共乘着一辆马车, 实在是憋屈的难受。 王爷身强体健, 行军打仗, 这么艰难的环境都能忍受。 更何况太夫府, 背着王府又没有多远的路程。 萧几年, 本王好歹是你夫君, 你这么没人性, 难道就不怕识人耻笑? 既然马车不宽裕, 阿湛, 你下去骑马。 黄兄, 臣妾…… 快点去, 还是要因为你一人的缘故, 耽误着我们三人的行程。 一路上, 二人谁也不搭理谁, 索性, 很快就到了太夫妇。 黄嫂, 臣妾有一事想向您请教。 什么事? 你方才说黄兄家住惠泽之鞭? 此话怎讲? 萧几年一只指头, 在四北战的鼻头上阔了一下。 平日里, 夫子给你做的学问, 你都救着粥和了吗? 笑得他脸庞顿时通红起来。 黄嫂这般性自爽朗耿直的女子, 只怕穷天下没有哪个男子不喜欢吧? 还请黄嫂赐教。 海之慧也, 大之有责。 可是, 这北王府也没有在那海边啊? 我的意思就是, 你皇兄家住海边, 管得太宽。 妙啊, 黄嫂。 听见了身后的动静, 四北眼突然间回头, 犀利的目光直直看向二人, 四北战望天。 今日天气不错, 萧锦年看他, 我的猪拆掉了。 这两人, 不对劲啊。 研习中, 一并跟着来赴宴的, 还有书院里的几名举子, 就连石昭安也在席见。 萧锦年目不斜视, 却也能够看见石昭安, 正在与旁人迎视作对, 谈笑风生。 真北王乃是老夫, 毕生作为得意的学子, 今日邀请着你一并前来, 只是为这一件事。 夫子请讲。 西台福看了一眼身边的上阳郡主, 笑着和善。 我家小女许福已然未有婚配, 今日来的可都是举国的才子们, 小女不愿王孙公侯, 只愿一生一世一双人, 可若是入得了小女之眼的, 那也得是博学多才之事。 趁着阵被王爷在, 老夫就把这件事委托于王爷, 由王爷出试题, 让在座的各位未有婚配的举子们, 自以发挥, 老夫愿拼博学之事为序。 本王这里有一词一语, 说是谁能解答出来, 即便是入不了许小姐的眼, 那也是学富武车, 举国之才。 劳烦王妃为本王言没。 虾米, 让我言没? 这个家伙没毛病吧, 这是要在人前装案, 还是想着法子要让我丢脸。 红袖天香, 挑灯磨磨, 这王妃娘娘与王爷, 还真是新婚燕耳, 抗力情深。 家住惠泽边, 彩虹屁。 这个天杀的丝碑眼,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个渣男竟然敢把这几个字赫然写在纸上, 还作为许太夫选序的事题。 整个南韵王朝, 能干出来这种事的, 怕是只有丝碑眼一人吧。 二皇兄, 果然是个人才啊。 妙哉, 妙哉。 王爷, 请看小生的答案, 不知可否正确。 王妃意想如何? 他们怎么会有这么奸诈, 且有小心眼的男人? 就这么一句话, 他就记了仇, 甚至是还要我当众公布答案, 简直没人性啊。 夫子, 不知今日可否给小王一个露脸的机会? 哦, 小王爷知晓这句, 此何意? 小王虽然平日顽劣, 可是却也得夫子言传身教。 小马屁派的许太夫极度舒适。 海之惠也, 大之有则, 惠则之边。 字面上的意思, 的确如石举子写的这般, 大海之边。 可若是这般简单, 想必皇兄也不会这么出题。 比如, 小王说石举子家住惠泽之边, 难道就是说石举子家住海边这般简单吗? 家住之地必然管辖, 整个海边无边无际, 试问石举子管得过来吗? 四边一眼, 某此心里, 冷哼一声看向小几年, 这是嫌弃他管的宽敞。 夫子说阿湛解释的可对, 小王爷解释甚妙。 还是推荐过来的橘子呢, 平时一副姿势清高的模样, 眼下还不是丢了脸。 小王爷果然是机智聪慧, 只不过, 小王只是觉得两情相悦, 咱能成就一番好姻缘。 夫子惜财, 可以要那人德行至上配得上许小姐才是啊。 小王爷果然是名师出高徒, 才华横溢, 小人佩服。 可是太傅, 小人与许小姐早已心心相应, 还望夫子能够给小婶一个机会, 成全我与许小姐的姻缘。 屏风之后的许小姐紧张地咬着下唇, 众人都被石昭安的唐突吓了一跳。 小王爷方才也说了, 二人之间的幸福姻缘取决于两情相悦, 我与许小姐早已 背职叩见王爷王妃, 背职唐突上门, 扰了王爷的雅兴, 只不过事出有因, 还望王爷王妃见谅。 慈悲言冷声行闻。 所为何事? 敢唐而皇, 登了太傅府的门, 想必也是至关紧要之事。 有人敲了登文鼓, 状告本届通州举子石昭安, 抛弃弃子, 买凶杀人, 只为攀附太傅千金。 宣王呀, 王爷明察。 难不成这件事与萧锦言有关系? 这位官差小哥, 昭安乃是通州举子, 为人憨厚踏实, 怎么会做这般心狠手辣的事? 这客中是否有什么误会啊? 状告之人乃是石昭安的劫怕妻子, 那夫人声称石昭安闲贫爱妇, 一心想要高攀太傅千金, 便弃他们母子于不顾。 前些日子在街上, 那孩子差点送命了, 多亏了镇北王和王妃大救, 还予以安排了住所。 可谁曾想, 这人面授心的书生, 不肯管这举目无亲的孤儿寡母, 甚至还找人追杀。 今日那夫人敲了登文鼓, 状告石昭安, 就连那打手给并捆帮来了。 钱有此理! 实折扎, 这官差说话可否出事? 王爷饶命, 太夫饶命, 小人一时被朱佑蒙了心, 可是那许小姐那也是情真一切。 那双花虽是我结发期不假, 可我真的没有买胸杀人。 屏风后面的许小姐早已泪流满面。 回到了王府, 萧几年一身疲惫, 看都没有看似被演。 今日甚是乏累, 成妻归安了。 站住。 王爷有何事? 别以为今日之事, 本王不知道是你一手安排的。 王爷这话说的, 我可没有你想的这般能难。 本王才不屑了解你, 可许太夫的脾气秉性, 本王可是一清二楚。 今日名义上是答谢宴, 实际上只怕是鸿门宴吧。 随便王爷怎么想, 今年轻者自轻, 时候不早了, 今年事事乏累, 就不与王爷闲聊了。 萧几年, 你真的就这般自私, 你可与本王偶气, 难道就真的不在乎萧锦瑟的前程? 真是没有想到, 王爷竟然是如此热心之人。 只不过锦瑟的事, 就不由劳王爷费心了, 您还是多关心关心妹妹 和锦承吧。 萧几年决绝离开, 斯北衍胸口的怒意 已经快要爆炸了。 今日, 他都已经这般对着萧几年示好了, 可他却如此不知好歹。 斯北衍何时用自己的脸 去贴过旁人的冷屁股呀? 这一日, 萧几年又去太夫府, 给许太夫复查。 王妃娘娘万安。 王爷也在? 今日, 王爷带着夫人 与相府的二少爷 来太夫妇。 萧几年笑容一娇, 看样子, 斯北衍是为了萧锦成 入学国子间的事。 哼, 真的是舍了他那一张老脸呢。 小姐, 这王爷怎么可以这般? 明明答应了您的事, 转眼就不做数了。 又缺乏社会经验了不是? 男人靠得住, 猪都会上树。 这王妃, 竟然这般评价自家王爷。 如此一来, 王爷岂不是 羊儿无姓的小人了? 那咱们还去不去 给许太夫诊脉? 去啊, 为什么不? 你家小姐不仅要去, 还要大摇大摆地去。 萧几年来到了 太夫府上的正厅。 你来做什么? 姐姐, 你也来了? 妹妹今日, 也随着王爷一起出来了。 没事, 走动走动, 甚好。 你怎么来了? 今日是给太夫复诊的日子, 所以就过来了。 老夫早就没事了, 你这般的多此一举。 今日王爷与侧妃一同前来, 给老夫送的这本 罗石的随笔诗集。 听闻王妃喜欢 自由豪奋的诗派, 不如留下来一同观摩。 谢太夫美意, 只是最近几年 又迷上了另外一种诗词。 什么诗啊? 不如说来听听, 老夫也跟着一并掌掌见诗。 那些跟太夫手里的 这本诗集比起来, 想必也是小巫见大巫了。 少得老夫跟前打狂语, 你前一天才说 喜欢罗石僧人的诗节, 今日就又喜欢别的诗词。 既然许太夫执意如此, 那几年就现丑了。 西风吹蟹, 挖成泥, 风蝶美相, 香尘气, 情犹未了, 悬已尽, 尖前莫腹, 断长诗。 好一句见前莫腹, 断长诗啊, 不知这首诗出何处啊? 这是几年认识的一位喇嘛做的诗。 喇嘛? 你没有哄骗老夫吧? 喇嘛能写出这么七碗的情诗? 这可不是一位普通的喇嘛, 他破了戒律, 品酒, 流情, 可是在几年看来, 那些墨守成规的人, 还没有这一个破了戒律的喇嘛潇洒。 的确如此, 这首诗, 七碗哀怨, 这种造诣, 就连我这个太夫都自愧不如啊。 太夫说笑了, 今日王爷与妹妹难得出来, 几年就不在这打扰了。 喇嘛急着走做什么? 王爷今日难得带着你们姐妹二人来太夫府中做客, 不如留下来吃顿便饭可好。 许太夫这老家伙到底在琢磨着什么? 竟然要留下斯北眼, 和他的两个老婆一同留下吃饭? 故意的, 绝对是故意的。 既然如此, 你就别急着走了。 这个小几年, 臭人多作怪也就罢了, 竟然还死死的纠缠着斯北眼。 真没想到, 姐姐竟然有这等才华的朋友, 不知是哪位? 妹妹不认识。 说起来狮子哥父, 整个南越王朝只怕无人能与太夫匹敌。 太夫学父舞车, 且逃离天下, 就连王爷都时常夸赞您。 啊, 侧妃娘娘谬赞, 王爷这么说, 也只是抬举老夫。 你倒是不说假话, 这一届许子当中, 我瞧着, 那沈拓是个人才, 尤其是他写的文章, 我有一份静地, 许太夫改天, 可一定要好好地瞧瞧。 这女人, 果然是眼光毒辣, 那这一届举子当中, 最为文采出类拔萃, 便是沈拓。 小几年这个死妮子, 就连这个都知道。 夫子最近身体已然恢复得很快, 本王相信, 夫子很快就能重返过子间了。 说到底, 也是身子骨败落了, 老夫也准备再带一届学子, 就准备告老还乡了。 夫子, 今日本王过来, 有个不情之情。 王爷客气了, 王爷有何吩咐, 请讲。 夫子, 本王侧妃有一包弟萧锦城, 五岁便开了萌, 孩子算得上聪颖, 本王想着让锦城入学国子间, 夫子一并教导着。 徐太傅, 先生早就耳闻您学识渊博, 胞弟也很崇拜您, 若是那孩子能跟您学习, 日后必然有出血。 老夫斗胆一问, 小少爷现在在哪儿读书啊, 诗城何处? 东陵书院, 锦城一直跟着那院士学习。 侧妃娘娘, 这事儿恐怕不太好, 您的包弟跟随着东陵学院的院士学习, 那院士是我家中媚婿, 做学问也算得上是人上人。 老夫若是贸然收了小少爷, 岂不是明摆着打了媚婿的脸? 萧锦鱼愣了一下, 却怎么也没有想到, 徐太傅竟然当面拒绝了斯北衍的请求, 就连考虑的余地都没有, 这不是明摆着打脸吗? 是本王思绿不周, 忽略了您与东陵院士的关系, 夫子不必为难。 其实王爷已经开口了, 老夫按理来说是不应该拒绝的, 可是学生中途转学, 另投师门, 这对于传书教授的师父来说, 那可是折辱生育的事儿啊, 老夫实在是为难。 夫子不必为难, 这件事情本就是本王考虑不周, 做得欠缺妥当, 这件事, 就当本王没有提过, 就此做吧。 夫子, 今日这饭还是吃不了了, 本王忽然间想起来, 军中还有事需要处理, 就先回去了。 既然王爷没工夫, 那就算了, 小狐村, 既然你喜欢这太傅府上的点心, 不如就留下来用了乳膳, 昨日圣上赏赐了一些蒙古国的乳膳, 听说是好吃的不得了啊。 那行啊, 请您就不客气了。 小几年欠者四杯眼离开。 徐老陶, 你这可真是厉害了, 就连南越王朝的镇北王, 都被你解到南墙上去, 你这脾气, 可真的臭。 只是徐老陶, 你不愿意接纳锦诚入国子监, 不只是你说的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吧? 嘿, 什么事都瞒不过你这个小狐村哪, 都是相府的儿子, 我若是纳入国子监做学生, 咱们也得紧致你不是, 你这般机灵, 你的弟弟自然也差不多哪儿去啊。 你这么一说, 我还就得不许几色入国子监, 败在你门下。 你这死丫头, 这个可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殊荣, 你没看见你的妹妹一双眼珠子看着老夫, 都要瞪出来了吗? 说是如此, 那我就更不同意了。 我弟弟还未开门, 都说师父领进门, 修行再个人。 你这老家伙, 性格孤僻古怪, 我怕你把我弟弟交换。 你非要这么说, 这萧锦瑟我还真就要定了。 只要少爷入了国子监, 那可真的是碾牙锦成少爷了, 如此一来, 孙氏也不敢再迫害小少爷, 你也可以在二小姐跟前扬眉吐气一把, 最好是把她的鼻子都气歪。 小小年纪, 何其很多。 眼下, 她与思北眼目前的关系虽然和平相处, 可是谁也无法保证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变数。 萧锦年这些时日在盛青的名气, 也可以算得上是响当当了, 她日后可要盘算一下以后的路了。 小连当, 我记得这条街上是不是有我娘给我的陪价铺面? 是, 可是大小姐您忘记了, 这繁华街道街面上的陪价, 可您都让给了二小姐, 您手里那些店铺, 那些铺面怎么了? 你还是自己看吧。 小姐, 这就是您的陪价店面。 来啊爷, 您可有日子没来霓裳房潇洒一把了, 来啊。 萧锦年顿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且不论这店铺的地理位置好坏, 您就说说, 守着这霓裳房, 每日进出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咱们这店面。 萧锦年顺了一口气。 都是您家小姐, 以前糊涂, 才做了这种傻事。 小铃当, 我跟你保证, 这家店面, 您家小姐一定会好好经营, 把它做成圣经最大的店面。 小铃当苦笑。 小姐, 您快得了吧, 以前咱们在降服的时候, 您对经营什么的可都一窍不通, 这家店要努逼说, 您还是把它卖掉吧。 在这种地界, 每日进出的都是鱼龙滚杂的, 就算是买卖做起来, 也还是好说不好听。 萧锦年还未开口, 就听见了霓裳房里面, 传来了一阵鲜华声。 紧接着, 女子的尖叫不学悦耳, 几名飙形大汉追了出来, 对着眼前花容月貌的女人, 就是一顿的整乖。 顿时, 女子的鼻腔里, 泵出鲜红的血。 萧锦年却不以为然, 伸手轻轻拍着小铃当的头, 轻声安慰。 别怕。